是的,已經準備好了 可以了 已經正在開始了 看到嗎? 有沒有看到嗎? 阿蘭可以在我們Facebook直播 我們先聊聊天吧 我們聊聊天吧,師傅 OK再來 Live 師傅,OK了嗎? OK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Sport Seed的直播室 今天邀請到一個重量級的榮春教練 榮春師傅也是教練 也是我師傅 Jerry,楊永昕師傅 師傅,先跟你聊一聊 我已經跟你學了一段時間 我這個不長進的徒弟 有什麼看法? 你說你嗎? 當然是我,你那個不長進的徒弟 我心裡不是當你是何三位徒弟 我當你是行家 大家都是從事一些教練的工作 是 變成有時候我一些動作 我覺得你會相對容易拿捏的 還有有時候我教的時候 或者上課的時候 有什麼的感覺和感受 我都可以和Desmond分享一下 因為他會很容易理解到一個教練 或者師傅教練的時候的問題 所以我們聊天的話題 也不只是功夫 可能有些是教練的心得 是嗎? 是的,那就是 好像現在這樣說 說回今晚的主題 師傅,好嗎? 今晚很感謝你 先招邀請 今晚的主題是什麼呢? 很特別 今晚的主題和功夫有關係 也和功夫未必完全遲合 又說有為便有機 師傅,我想訪問一下你 功夫和有為便有機 有什麼能夠連接呢? 以你的理解來說 功夫是一種 你要透過自己鍛鍛鍊 你要肯熬得悶才能鍛鍊得到的 功夫和有為 不能說 好像小說那樣 我全功給你 頂當就是我教你一個方法 怎樣做 所以 去到最後 都要靠那個人的自己一種付出 或者是鍛鍊回來才能收穫到 有危有機 就是 好像現在這個社會情況 就是 大家 很多朋友都變相 要留在家裡的時間會更多 嗯 就像我們開館一樣 我們最近都不能開館 變成我們要遵守法令 嗯 其實大家變相對 空餘的時間會更多 嗯 剛剛我說過 功夫是靠自己鍛鍊 你有危 你在家裡的時間會更多 你就可以藉著這些 多出來的時間 你就可以 練習一下 又或者給自己一個空間 或者有一個情況是 沉澱一下你過去學的東西 變成一個人可以 多一點時間想想 其實功夫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沒有透過動腦筋去思考一下 就永遠都可能還是停留在動作的層面 你還未能夠跳進去一個 理解動作背後的一些原理 明白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多一點時間去想的話 其實你對你的功夫也有幫助 有時候樂觀一點看 嗯 你不能外出 想多一點 看多一點 嗯 你都明白 譬如說 正常時間 很多人都很忙 是 要上班 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 是 那你是不是這麼多時間想 或者這麼多時間練 呢 未必的 所以大家可以借到一個 就是 這個 這個 疫症的情況下 嗯 你出不到街 那你 變得多一點時間 是 是的 我同意啊 師傅剛剛說過 沉澱兩個字 沉澱兩個字 其實對 功夫以外 其實你會 你認為可以 有什麼去發表 這個沉澱兩個字 是的 功夫以外 是的 我們今晚說 有為便有機 是的 我們除了功夫 永昌 或者各門派 那 怎樣 透過這個主題 有為便有機 沉澱 去發揮到 一些 會不會有些人生的 體育法 和哲理的東西 就是透過這兩個字 我想 首先來說 嗯 這陣子 大家的心情都很差 嗯 特別是天氣都比較 灰暗暗 嗯 你會一起來 你已經覺得 看著天氣都很減一點 嗯 我 過去這幾年 或者誇張地說 我們這十年來講 這種心情都沒有怎麼出現過 嗯 看不到盡頭 嗯 覺得好像每一天 一起來 糟了 我又會面對很多負面的消息 很多負面的新聞 人一定的心情都很大影響 是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 你說沉澱 我想起碼我們要做到就是 盡量不要被外界的人影響到自己太多 嗯 我們要將一些很紛亂的情緒 或者一些比較情緒的情況 嗯 你要冷靜一點 嗯 你都知道 現在這個世代 很多新聞 就是 你會接收到很多資訊 沒錯 那你有時候你都要沉澱一下 究竟要想一下這件事是真的 是 特別是昨天 昨天 昨天還是雨癮節 還是前天 你一定有很多東西出來的 是 就算好像冷靜於我 我也中了那些 哈哈 你明白 所以有時候就是 看回過來就是 我的人不夠沉澱 不夠冷靜 去分析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你問我 沉澱這兩個字怎麼理解 我想大家應該要過濾一下一下 我們自己的情緒 過濾一下你收的消息 自信等等 嗯 我想未來這幾個星期 就應該要很沉澱一下 哈哈 我想問一下 回到榮春 師傅 榮春其實有幾套拳 其實是否有一套拳 是特別令到你的人要思想 要冷靜去練的呢 如果練這一套拳 那是否能夠自己 能夠自己令到 很紛亂 或者很集中不到精神 去練這一套拳 是不是小念頭 是的 我不知道大家對榮春的理解有多少 簡單來說就是榮春拳有三套拳 第一套拳叫小念頭 第二套拳叫沉澱 第三套拳叫標誌 是的 這個是很多角度 雖然大家可能的源流並不一樣 但是都應該有這三套拳 明白 你剛剛問我 是不是有些拳要比較集中精神打 我相信也是 雙方無論是邊門邊派都好 打這個套路的時候 都會打得很慢 當然慢的原因就是各司各法 有些朋友認為是在鍛鍊某一種力量 有些朋友就會加入一些套納 變成像氣功 有些就是 我說我們 我們就是比較簡單 我們只是說做動作而已 我們做得慢 就是希望可以讓身體 有時間建立那個記憶 動作的記憶 明白 到你真的去用的時候 你就不用想或者找回那個環 是 慢練快用 就是我們的理解 慢練快用 就是我們要做動作越慢 就變成有時間 讓身體適應 還有現在的人練功夫 就方便了很多 我們有鏡子 有鏡子的時候 你的動作做得慢 就可以看到身體究竟會不會 完全不協調的狀態 例如 你做的動作會不會很慢 但是你的肩膀跌了呢 這種跌跌的情況是 其實很普遍的 你一個人稍微緊張 就已經跌跌了 明白 很多情況你都會跌跌 你開車也是 你一緊張 你便會升上去 是 或者師傅 你打遊戲機都可以 你開著Joypad Joystick 你一緊張便會升上去 這些情況就是 你無法發力 因為人體的Structure不同 你會升上去 明白 所以泳春 你講的消炎頭 這些動作就是 讓我們可以 在當有問題的情況的時候 你要用 你的身體是否還可以 保持在一個正常的狀態 這就是小念頭 希望達到的效果 譬如這樣說 泳春也算是一種運動 戒定一個運動 可能就是 剛才師傅你所講的小念頭 都是一個比較慢一點的 甚至可能是 暫立的動作 那其實會不會 透過一些暫立的動作 和你這個人 很紛亂的情況之下 令到你的神經 會冷靜下來 一定會 其實 我會這樣看 我不是暫立的姿勢 而是你練拳 為何現在還要人緣 其實現在打架很少 為何還要人緣 這個問題大家 有時候我教的學生 我都會問 為何你還會練練 其實大家很多時候會發覺 當他來學拳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 他很想知道自己 在受壓的情況之下 他能不能做回學的事 受壓的情況 這個很重要 受壓的情況 正常來說 如果一個人 沒有事無關 你在平時的情況來說 你做的可能性可以有很多 就是簡單 你什麼都可以 你沒有壓力的時間 就是等於現在我跟你聊天 就是講什麼都可以 如果我跟你 就是我自己 不是說這幾年 我是跟別人聊天 就是聊慣了聊天 講慣了拳 你有鏡頭演唱我 我都會嘔嘔的 就是我會打卡 但是就是因為 我每晚講拳 整天都同學聊功夫 我習慣了 變成就是 我現在已經 就算我對著誰說話 我也是用這種心態 那這就是功夫一樣 如果我平時都是 見慣那些拳頭 在我面前 飛來飛去的話 那你真的有問題發生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更厲害 練得到 是不是 所以你問一個方向 就是你學拳 是不是真的要練得很好打 這個是一個要求 但是 學拳雙所需練得很好打 其實我覺得 雙所需的壓力 你為了我問 當然 當然 好打是必要的 就是你學任何技藝都好 就是你說幾激 你起碼要去到應付到一般情況 一般情況 才再講其他 就是在講動作以外的要求 你一開始都要先打一下 打一下 打好之後 就講生氣質素 就是在講你之後面對 是不是你認識的人才能做得到 嗯 你撞過不認識的人才能做得到 嗯 又或者突然間那個人打的動作 不是你平常見開的 是 那這個就是 為什麼會有很多公開賽 你留意一下 是 就是很多朋友上去的時候 剛剛出來打 是會上到完全方向的 是 這個就是心理質素 心理質素 是 那就是練拳 就是練小點頭 首先就是 就說 令到你這個人 從一個很紛亂 嗯 很亂的情況之下 變回很冷靜 是 然後透過一個動作的表現 嗯 令到你肌肉 能夠可以放鬆 嗯 其實小點頭算不算 一個放鬆的功夫 都算的 是 就是這樣說 任何的忌擊 我覺得哪門哪派都好 是 他去到尾都是放鬆的 嗯 你看一下一些打 就是打打摸 即是突擊很勁的朋友 嗯 他的肩膀很鬆 嗯 你不會看到一個當時機械人 人上台 是 其實上了台 他她不是機械人 其他人是放鬆的人 即是他去到了一個好打的階段 是 但你叫一個新人 可不可以上台 很輕鬆 被做了不了的 是 我猜她玩功夫是你明白的 如果你的人只要稍微緊張點 你的肩膀比較僵硬 org 是 你就在某一下 你就會 trying到機了 你不知怎样做下去 不如说 练功夫练得好其中一个指标 就是你能够将刚才那个情况 手机的情况 解除了它 解除了它 所以这个就是练功夫的其中一个方向 如果是这样的 我又想把问题拉开一点 那你会想功夫和双肌会不会有什么结合呢 我拉开一点点的问题 但是功夫和双肌会不会有结合呢 因为始终都现在 双肌你才是做生意的 如果将功夫的概念放进去做生意 那帮助又会怎样呢 因为主题是有为便有肌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有为便有肌 有肌会不会只有双肌呢 我们轻轻拉开一点点 我教的人 其实我今年我们刚刚十年 对啊 十周年了 十周年了 又买广告 我教了十年拳 在这一十年里面 我遇到很多人 是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 其实我教的权利 和一些商业上的决定 是有些关系的 是的 但是我不会做生意 我是一个很失败的 我曾经重商 但是我一个很失败的人 好了 你曾经重商 那时你学了功夫吗 在学了功夫 在学了功夫 那时会不会说 未曾触摸到小念头 是怎样去摆入商机 就是永昌摆入商机 应该是 当时还未参讨这个玄机 未参讨这个玄机 有时还是年轻 那时我叫做生意 是做得不好的 为什么做得不好呢 不是我不会做 而是我不喜欢做生意 你明白了 有些人对一些买卖 或者做一些商业上的东西 他很有天分 或者他很有兴趣 是 但是我的兴趣的时候 就是喜欢教人 我对着人 我一说功夫 我又可以说很久 明白 我很想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 我也很想知道 对方的想法 所以变成了 我的兴趣 其实是跟人有关系 是 就不是跟钱 或者是跟死亡 所以我去做生意 就是把我的人错配 摆入 摆入的位置 哦 如果以商业世界 我的姿勢也会错了 是 就是我把自己 放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 明白明白 这是你 因为你生意出现的问题 你才发现这个问题 为什么之前一早已经发现了 其实 我最近这几年 我一个人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不是特别的 就是我的习惯 我很喜欢去回望我自己一些事件 就是我会回望我自己的一些事件 我会回望我自己的一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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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某一些事件发生了之后 我都会检查 自己会想一下我自己的事件 我究竟做得不对 我人越大 但是我做这种的习惯就很多 是 以前年轻人 就是一往无前的 做了就会回回 很有型的 做了就会不想 我没望回回 我做了就会觉得 这个决定是对的了 就是错都觉得自己 对 就是错都觉得自己 但是这样不行 是 多久之前发言 是因为生意问题才不行 整个说 蠢蠢令到你 打通了你的脑子 其实我觉得是我碰的板够多 碰的板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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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开始会发觉 其实之前想起来不好 我应该要自省多些 自省 每一次 有事发生了 我就开始劲图 是 到我一直教卷 教卷了一段 比较长的时间 我这种自省就变成了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 我每天都会想一下 究竟我教卷了 或者我教的 我控制课堂的节奏做得对不 又或者是我配对学生做得对不 我不断问自己的问题 我发觉 以前我也不明白 但是当我去到一个阶段 我就明白 为什么苏格拉仔 经常问你问题 对 你最记得是问问什么 它影响到有心意 有的 我看书 苏格拉仔很喜欢跟人聊天 他很喜欢问为什么 你经常问为什么 你发觉就是要找到答案 当你一直问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因为对象也是自己 你去到一个阶段 你就不会回忆这个问题 就是你自己做错 你不需要揉 有时你有人问不问我 如果我违于名字 身份关系 你都会去揉 你自己不用了 没错 但是你自己也要给自己的勇气 你接受自己的错误 但是当我开始接受到自己的错误 就是我进步的时候 我就开始 我的事业 就是我搞我的监管 就开始进入了一个 叫做 发展到的阶段 但是 之前呢 我是不断的 就是犯态 碰壁 就是搞到一步足 但是 幸好 幸好 就是我 几年前我找到方向 嗯 所以就变成了自己 就 去到现在 又能够将 我的兴趣呢 就变成了我的事业 那其实 泳春对你来说 应该就 除了说 以前 初出学 对你的人生 或者现在的管务呢 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 专业点 是 没错 因为呢 就是 现在大家听着 你的朋友 你都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你做人 你一定要 知道自己 在哪一方面 嗯 就是你一定要对自己 自己有些了解 嗯 很多人呢 就是对自己不了解的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 如果今天你可以听到 这个 我和Desmond 聊天 你觉得 最有养分的那句说话 就是 你一定要了解自己 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的话 就算 你有多少 好的 有多少资源 你有多少机遇 你都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呢 你连自己的强项 弱项 你都不能够 理解到的话 嗯 那你怎么可以发挥到你自己 同意 是吗 人一定有强项和弱项 你一定要接受这个东西 那你就要到机会来的时间 你就 就是有迷有机 你就将你自己 好的方面 就尽情发挥了 你不好的方面 就是将它 摆在一边先 嗯 但是你没有经过自省和了解自己呢 嗯 就算你有很多钱 放在你面前 你都很快会输了 还有 你是会过得不开心 你不会过得快乐 嗯 但是你了解自己之后呢 你就知道 有些 哪方面的事情呢 是会对你人生有很大的帮助 你会有很多得着的 但问题就是 怎样了解你自己呢 就每个人的方法都不同 嗯 那泳春呢 譬如这样泳春有一个运动 支持所有 是的 那他就说如果 真是 轻轻再 师傅 你再讲一讲 怎样可以说 放下去少少的商业上高呢 嗯 我真的觉得 泳春和商业呢 或者有些东西可以想得到 是的 就是以你的经验和理解 两样东西 如果是做人 明白了 要肯定 要自省 相信很多朋友 听过你今晚的分享 应该会想一想 这句话 那如果真的 从一个商业上高 会发孝 那会怎样呢 我先讲功夫 好 任何功夫 都应该会相信 就是 就像金融的小说 那样 就是磨快不破 对不对 你跟人打架是斗快的 你不会跟人斗慢的 对不对 所以刚才我说 少业头是一种 万年快用的功夫 就是我们很慢去连连 对线路 用的时候 你就要很快 万年快用 那我想如果你放回商业社会来说 就是 哪个反应快 哪一个对一些事情的 click 那一刻 就是决定 决定够快 你就会赢很多 简单来说 就是 我现在自己 虽然在教影拳 我营运在一间拳馆 但是我电话不离手 我电话不离手 为什么呢 当然你说没有 八卦看网上的人 我都有的 但是我电话不离手 就是我想复我的学生 复得很快 嗯 我接近 我又不能说我24小时营运 但是我想我十八 九个小时都应该有 嗯 就是我的电话 一有人找我 我立即复人 我尽量都不拖 因为为什么呢 人家问得你问题 就应该是有诚意 是 他问得你问题 就证明他想学 是 他想学 如果你能够很快 给他答复的话 我相信 对问问题的人 是一个很大的鼓务 是吧 但是如果有些人问问题 我两天后复他 你会怎样 没人 对 甚至乎 会将他紧如点火 你都整熄一下 对了 那你又何苦 所以我现在电话 有时不离生 我常常拿的电话就是 我很想同学的学生 你当徒弟学生 什么都好 我想联系可以很快 是 一问我就回答你 或者你问我 什么问题都好 我觉得一个很快的回应 是任何事情 就是 放在任何事情上面 都有帮助 是 所以你问我 你说泳春和商机有什么关系 那我就想起快这个字 我们的泳春是希望 和对方如果产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用一种速箭速的方法去解决对话 或者解决那件事 不要这么说解决对方 解决那件事 我想你放回营商环境 你也是 你不快就死了 明白 特别现在这个世界 你没有借口说收不到facts 我想那些朋友应该不知道什么是facts 但是你不会说 我们的年代 有时是放空收不到就收不到 我以前其中一个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经常都衰 有些人传东西给我收不到 我没有收到 就是这样 那你有facts的年代 你是打得了的 但是去到email的年代 你会说没有收过 那就难一点了 所以现在你问我的商机那里 就算我当你有些yahoo 或者有些mail box 你下降了的话 你也应该有其他方法呼吻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就是态度问题 我想做事做人 或者学什么功夫门牌 其实这个态度取决于 非常之是头位来的 但是刚才我听到 就是说 荣春小念头是讲线路 是 那线路这件事情 如果摆在一个做人的宗旨那里 你又不得怎样看 这里有些心 是吗 线路还做人有些心 是 如果我将线路 我就会把它理解为原则 原则 是 我们不会变成原则 我觉得有时做人的原则很重要 是 如果你 没有一些人生的原则 大家也可以 所以是时候想想你做人的原则在哪里 如果你的原则已经定了的话 我相信你在很多事情上 都会比较容易做到决定 还有就是 有原则的人 你就会 因为有一个框架 你很容易就会吸引到 有相同价值观的人 去跟你联络 我不知道这件事和吸引力法 有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的人是有原则的话 而你的原则 当然是正路的 你就很容易会跟一些 相同的朋友 就会有计谈 你一有计谈的时候 你的朋友圈建立了之后 你就会有很多莫名的好处出现 我最怕 有时和人相处 就是一些没有什么原则 你问他 没所谓 不知道 你说什么 不知道 我也很怕这些 我很怕这些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我跟他的对话是没有养分的 没有养分的话 我怎么可以再令我有兴趣 跟你继续 向任何方向发展 所以你问我 泳春权的线路 我就会把它离交为原则 这种原则我觉得 无论对于搏击的世界有利 还有你现实生活中的交往 都很有利 例如 当你的原则定了的例子 我先胡说 我说了我最爱黑色 你既然知道你的朋友不喜欢黑色 你认为这个朋友也能交过 那你就会不会相识 你明白 这个例子 希望大家可以参加到 有点哲学 这个例子 有点哲学 这就是 你可以顺着 你会少一点纷争 少一点纷争 就容易大家达到共识 合理 这个大家自己再演绎一下 这个 自己想一想 各位观众 师傅 我想问一下 你们拳卷 十九年今年 非常高兴 其实你们拳卷 每一年都有些主题 没什么主题 我想今天有机会 问一问 以拳入节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 是很高深哲学的 我想你在这么多观众面前 说一说 以拳入节 这个哲学 思想去到哪个位置 其实以拳入节 这个说话 为什么我会这样 成为我一间馆的方向呢 当然里面有很多故事 但是我就是想 可以建立到一个社群 团体 就是我的间馆 我们是有一个光领 是 而这个光领 是透过拳术进入 例如我们这个光领 就是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我们有些原则在里面 是 我们这间馆 每一个动作 都有一把尺 在里面 这把尺 不是高一点 低一点 左一点 右一点 大力一点 小一点 而是说这个动作 追求一个什么效果 而这个效果 为我带来什么好处 我的取舍在哪里 我放弃了什么好处 或者为我带来什么收获 这个就是那把尺 我觉得 其实权术去到某一个阶段 就是教你怎么想 怎么做一个动作 是会对你有利呢 或者你做这个动作 你会放弃了什么呢 这个对我来说是哲学的 所以我就用这种技 这种方法去教人的时候 我发觉对方会比较容易理解 还有就是 我们很容易就会有一些共同的语言 又或者是 对方在学习的时候 他可以用这把尺 去联想到其他东西 放入不同的界面里面 有时候我有一个外国学生 有时候我很少外国学生 其中一个外国学生 跟了我八年 然后他就因为很多原因 他就回到他的原居地 去了瑞典 去到瑞典之后 其实我们每天都有联幕 他无论他开不开心 他面对什么问题 他都会找我聊天 他有时候就会闻 他就会上网看的 有时候一看到一些东西 比如说功夫世界 他就会说 他懂得说那个人 有什么问题 我听完之后我就很开心 我回覆他 我就说 你开始拿了我的眼睛 然后他就说 对眼睛你给我 其实这句话就是说 他开始懂得有个标准 去衡量一下 那位朋友做得对不对 而他觉得这把尺 是我给他的 我就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就是很多时候 你教别人玩这种任何运动也好 我想你也很怕 那些人当你给这种运动 跑步兼给那些学生 你问他他跑得怎么样 那一人就说 不知道啊 挺好 不知道啊 你说是不是 那些完全没有主意 是的 不知道要做什么 但我发觉 在我们拳股里面 浸淫过的学生 他不会这么大忙 他们会有些想法来读哈利 我觉得这一件事 就是这段日节 能够带出来的效果 这个就是你的 譬如常明春 那个中心的思想 刚刚听到师傅说 你所说里面的 所有的东西 其实在商业上 或者做生意上 我觉得是很吻合的 就是说你所说里面的 刚才那些说话 理论和哲学 其实我就觉得 如果摆回来的 现在这个商业社会上高 其实都可以 迫回来 这些问题 下次我介绍的朋友 介绍我其中一个学生的 但他们没有兴趣 和我们在经理方面 是吧 但是商业我不熟 但是如果你说 权 就是一些 就是刚才我们说 类似一些 权术 可以带给你什么好处 因为我擅长 但是生意我真的不行 不要那么弃 因为如果我的生意可以 其实你现在在经营 都是一个生意 但是就是一个 权馆 是我们比较另类的生意 都是一个生意 就是我们 我们是 我经常都跟人说 我是在做一间 我怎么说呢 我好像在做生意 但其实我又不是在做生意 我好像在营运一间权馆 我又好像不是营运一间权馆 都是算得很足的 就是你回来几个堂 我和你继续了它 你几个钟 我和你继续了它 那些又不是这样做 是 我经常都想我们这间权馆 传统得来 就是跟现代接轨一些东西 是 但现代的接轨 我又想一些传统价值 是 所以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这间权馆的最好写照 就是我们是 很想 是一间权馆 但是一间很有人情味的权馆 香港人情味 你有些原则又不能做 所以这一件事 现在是否都在面对这些难题 那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你自己也要想想 就是如何去将平衡去产生 对 但如果这一类的情况 这一类的情况 对你自己的心理质素很弱 这一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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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学生会运动又疫情 那你如何去面对现在的经营 甚至是师兄弟 同学 那其实你的心理 这一刻 过去 有些什么的感受呢 可能在夜兰人症的时候 你想些什么呢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星期也有很大的 起跌 很多跌代 应该这么说 我们过年后 就是2月份开始了 嗯 我们2月份有一个很 很厉害 断崖式的 就是 跌下去了 3月份 因为有病 我也理解的 所以 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就是这样倒下了 但是去到2月尾 3月 可能大家就已经消化了 那个新闻 而且大家都知道怎么做 就是你洗手 大老罩 有很多药干的措施做了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V型反弹 V型反弹 我喜欢这个字 V型反弹 反弹 反弹 但是大眼上去之后 就进入了第二波 就是一些外面读书的留学生 他回来香港 香港就进入了一个疫情的第二波 政府有相应措施做了 当他一落过禁制令 14天不开 那时候我就有点站在那里 这一刻 你有没有好像觉得 好像闪电那样的路 我就觉得 我终于烧到了 终于烧到了 有一种感觉 就是有一种 我想听到新闻 有可能几个小时 我就觉得 糟了 真是这一波 又不烧又不掉 我就想怎样 有没有打烧轮道 那时候我就要很静 通常我一静 我就会拿这些字 这些笔在那里写 写一些可能性 我就会戒一条线 一边应该做 一边不应该做 我就会这样想 这样想一想 那时候我发觉 如果他一落了这个 临时的法令 你要遵守 就没什么可以做 那时候我就 立刻和我的团队 大家拿我入力出来 我就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然后就立刻计数 等等等等等等 就是和很多行业都一样 是的 但是到了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个人冷静了下来 就开始想想 其实很多公司都在走 home office 有些人会用一些 视像的方法去上课 我在想 其实我们可以不可以 然后我就 立刻找我的帮手 去试一下可以不可以 那我记得我第一天在家 开zoom 第一天 就和几个很熟悉的 就是年轻 因为开始都不懂摸摸 那些制装有什么感 就和他试了一个钟 可能一个钟之后 我发觉 又不是那么差 然后我就开始 叫多几个人进来了 那叫多几个人进来的时候 就开始有些运缘了 因为人多就厚习了 每人跟你说一句笑话 就变成几十句话 那这里又要时间去适应 然后 用了一晚的时间 我基本的按钮 你都明白怎么做呢 我就 跟我的团队说 其实有办法用 有办法用 然后就立刻决定 今天是星期四 我星期一就立刻回馆 晚上就找几个 不要过四个人 找几个 我就试一试 试一下水温 就和我们拳馆里面的学生 就开一晚 大家聊聊天 那晚就不是说什么功夫 纯粹我用这个软件 跟大家聊聊天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一些交流 我试了第一晚之后 反应是很好的 我觉得我第一晚 可能都有一半人回来 我试一试在网上 大家在网上聊天 是 接着呢 一直讲的时间 我讲了一些管务 讲了一些安排 我就发觉 大家都是 很有心 还有就是 就是 在这个时间 给了一些很强的支持 是 就是 在那一刻他肯回来 我试一试 在网上跟你沟通 其实是一种支持 没错 那时候我就有点信心 我就知道 今晚的主题有危有机灵 那个危就是 大家都回不了 但是你怎样创造机遇 我就立刻转阵 我试试在网上 那星期一试完之后 我发觉 大家都OK的 那接着呢 我昨晚再开正式一晚的 就是叫online training 是 那我就 讲回一些过往 在堂上 讲过的一些理论 嗯 那由于zoom 大家用过都知道 你们只有九个字 嗯 所以我就用九个字 上第一堂 那我发觉 由于 我是独脚起 我跟独脚笑很相似 就是 我是对着镜头这样讲 接着 那些年轻人在镜头里面 就给表情我 就是 给一些反应我 那样 那我发觉 我原来这样讲 他们都OK的 可能我们 就是平时上开堂 沟通惯 他听惯了我讲话 是 所以变成 当我讲一些权利的时候 在他们那个 就是 现在 叫做比较跌当的心情 就是 他们都 比较平等 是 突然听到我 讲的一些权利 或者是 讲一些 你当是故事友 他们都很浪心的 是 因为很简单 他不喜欢 他不回来练 他不喜欢这种东西 他不会开心 是 所以就变成 大家这段时间 就有种感觉 是我们共度着一个难关 是 我时觉得拳馆 某程度上 是交流技艺 但是 亦都是一个 心灵上的 一个地方 就是 大家在这里 有共同的信念 有共同的信仰 大家喜欢 你才走回一起 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凝职困难里面 拳馆 某程度上 我觉得 做到一种 精神上的支援 就是 无论我自己也好 学生那方面也好 大家都有一阵 一个很短的时间 是抽离了 现实世界 大家在权利里面 有个沟通 所以我觉得 昨晚那个 online training 完了之后 我就很开心 其实你问我 是不是真的 很有养分 这些动作 其实我也不是 而是我们 还有沟通 当然 这个 沟通很重要 就是说 我想 很多师兄弟 或者很多 朋友 未必说 真的在拳那里 很 很困难 至少 大家 像你师傅所说 就是 交流 见到对方 很多人 都是教拳的 有些朋友 就是 放了很多时间 在记忆上面 就是说 我怎样教你打得好 他们追求 技术层次 所以他不是要很多人 这个我也很尊重 也很欣赏 但是我发觉 我自己开馆 开头都想向那个方向 但是我发觉 其实不是 原来人是 有很多种要求 有些人希望 会更大 有些人希望 明白一件事 有些人希望 就是 可以走入一个团体 我发觉 其实开一间館 就是一个多功能的 的情况 是可以 就是 为及到很多人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做了很好的意义 不单单是教你 如何打好一场架 就是 大金闻打架 就是 你怎样可以 智慧能力强一点 就是 但是最重要是 我们有一个 community 就是 互相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这个 我是觉得 很有意义的 这个我同意的 其实 在外面的教育馆 就是 学功夫的人 譬如 这个世界 尤其是 基本上 都打架了 这种方法 对吧 我必要 都不要 动手 如果我教权 都是 我都已经开始 改了一些口吻 我不是教你打架 而是教你如何解决一个难题 用泳春的权利去做一个解难的行为 我觉得大家都会很接受 当然 我又不是矮化了泳春的杀伤性 只不过他世代 不是太适当 所以这个就是 是练拳的朋友 其实泳春虽然是一个 即技技功夫 他有些雙力很强的功夫 但是背后的哲学 不是在讲这些东西 是要讲 其实你越打得你越冷静 可不可以这样讲 绝对同意 记住 如果你只是纯粹教拳脚功夫 是很少人会留下三四五六年 当然有这种人 但是不多 但是我现在的监管 加入的学生 我们有些跟了九年 九八七六五四 这个层数 这个年资的人是最多的 所以我很开心 就是我们 有时候我和朋友聊天 我发觉我们已经超越了拳脚了 走进了另一个阶段 明白 就是会令到一个 就是说 功夫世界以外是一个关心 关怀 那个程度 那个层面 我想大家去到一个地方 就是走进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不计你出生 不计你赚多少钱 不计你哪份工 不计你读书多与少 只是计你一件事 就是你肯肯练 肯练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 其实很多师兄介绍 或者很多同学 其实不单止是当你师傅那样 当你是一个知音人 其实都是 就是 就是很多人找我聊天 有时候可能会讲了拳 但是后来可能会讲一些 他面对的问题 是 他想听我的什么意见 是 但是这样说 由于我又 是 我很早出去工作 是 可能手船可能差远了 就是我自己是十七岁出去工作 那时呢 就是 记住了 我会考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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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零分 我是读不了书的 是 那 变成我很早出去工作 是 但是这样说 我那时虽然没有零分 但是 也有发过梦 不如我重读 好吗 我重读 但是我很快就知道 自己是一个什么人 我知道就算我重读 这个和自省没有关系 这么早自省的了吗 其实那时 我这件事一向都有 一向都有 但是我以前就没有发挥得那么好 就是一粒仔细 是的 所以我就很快了解到 其实我不是 我不是喜欢读书的人 所以我就很快出去工作 是 由于我很早出来工作 那变成我建议的人 会伤了多少 是 就是我第一份工 我是要拿假去拿新闻证 哦 18岁 18岁 那年代 就是你要自己亲身去搞 是的 所以那时 你一看多久的历史 嗯 所以变成我成长的阶段 我是比其他人更多了 童年有没有影响 也有的 也有的 这个 如果要讲童年 我想不够时间 是的 所以各位sport式的观众 其实呢 师傅呢 每月来他会还有直播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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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是的 那今天 有什么事情再补充一下 谢谢师傅 是的 不如这样 一句说话 鼓励一下 我们的观众 现在这个情况 怎样能够可以 就是记住这句说话 你想跌 爬 爬起床 有一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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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令到观众 觉得看完之后 哇 我的团伙本身都关锁了 是 就是师傅 一句说话呢 我会爬起床 继续去前的 哇 这句好 这句真是 计计一计 计计一计 五秒钟来 我不是在这边绑着 才想到的 是的 随意得的 比如在管里面 教拳的时候 教我们 其实随意得的 是的 那句说话 那句说话 多少字 没有重要 意思 意思 你能够听得到 为什么 我想这段时间 应该是很多朋友 都会面对着很多难关 就是可能 无论是工作上面 或者是 很多 本来已经安排好的东西 都会打乱 我先说自己 我原先 今年拳館 就是那句 我们今年第十年 嗯 我们本来是 籌备了很多的活动 我们搞了很多的 item 是为了这十周年的 但是 你想想 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 有这个病 有这个疫情 很多人都做不到 嗯 那我自己 就跟自己说 不要紧了 功夫没有白做的 嗯 做了先 如果不能够按期的话 那就退 嗯 这个世界永远有take two 不是只有一次 嗯 有些事情 就算你是那时 做不到 你一定有第二次机会 嗯 就是我觉得不要强行去做 嗯 就是有时 做人都要顺其事 嗯 就是那个形势 对自己不利 或者那个形势 是 你不能够做到那件事 其实就不是 等于天会掉下来 嗯 就是可能 那一刻你做不到 你隔一段时间 去再做 会做得更加好 嗯 就是我觉得 不要将一些 就是 既定了的东西 突然间打乱了 就视之为一件 就是很大 就是很大 当然是很大意志 但是 要和自己说 就是 你有第二次机会 嗯 这个环境 就是你问我 最重要是还有一条命 嗯 你还有一条命的话 就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是如果现在 就是 我们 不要好好保护自己 你真的 有事发生了 那就真的没有第二次 嗯 那好了 刚才师傅 就一路说话当中 我就归纳了两句说话 嗯 顺其勢 世界有take two 是 顺其勢 顺其勢 世界有take two 想想各位观众 记住这两句说话 当你如果 心情很低 或者现在的状况 不是太好的时候 记住这两句说话 师傅说的 顺其勢 世界有take two 嗯 那我们今天 我们的师傅时间 就差不多了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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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师傅先 原来呢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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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多谢观众先 是的 有个朋友问你了 师傅 那就是 你的权管 以人为本 运作了一个模式 嗯 那可不可以说一下 是否可以让你更容易成功 那题目是这样的 师傅 师傅 你权管以众人为 运作模式 是否可以让你们更容易成功 就是以人为本的运作模式 能不能够可以容易成功呢 是的 是的 其实所谓的权管 那你试着放大这个光谱来看呢 它都是一种 以人为基础的事业 嗯 如果你不以对方的感受 而行先呢 那其实这家权管 不会团结的 嗯 没错 所以又差了一万步地说 你以人为本 其实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以人为本 就是究竟那个人 在你生活中有多重要 嗯 如果你认为那个人很重要的话 你很多东西都会记得的 但是如果你认为 那样东西不重要 你那个专碑分得很厉害 你就会忘记了对方的一切 嗯 为什么我们有时 就是我们这家权管 那些人会留得比较久一点 我想我自己是花了很多时间 去研究一下这个人 嗯 比如当你跟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来跟我学 那我也会了解你的背景 是 就是我看你做些什么 你的性格是大距离 是 你的强顽在哪里 弱点就没有那么快 我知道你大概要善 你会擅长些什么 是 那我就会找一些 和你的技巧的身形 相弱的人去念 对你的帮助就更加了 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以人为本 但是问题我就觉得 如果我做了一些安排 是令到他能够容易些学 那这个我就会做 嗯 另外就是 我对很多学员的身份 或者是 简单一些他的名字 我也记得的 嗯 我觉得那个学生来到 他就会觉得自己 不是一个普通的学员 嗯 而是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人 你起码说出他什么名字 他大概多少岁 他住在哪里 是 家庭背景是怎么的 你能够将这件事 给他心去记得一下 是 那我想你那个学生回到来 他都会觉得他会受到一些尊重 是 那他自然就有兴趣去学习 没错 我觉得 我又不会用 please这个字眼去形容 就是我不会觉得我please任何一个人 我经常跟这些学生说 你来跟我学 我的工作是说你哪一样做得不好 嗯 我不需要赞你 嗯 我不需要赞你 和我记得你的一切是两件事 没错 你不可以就说我记得你的一切 你please这个学生 我不认同 是 你please这个学生是什么 他做得不好你赞他 嗯 他有些漏集 你不改他 兼且白手掌说他做得好 嗯 那你就可以paste他 是 那你没有人尊重你 但是如果你是记得他的工作 他 譬如很简单 这段时间 有个疫情 你当我一个学生做饮食 嗯 那我都会跟你说 你怎样 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是 你这些说话 我都会对对方有些鼓舞 你起码记得我做什么 没错 如果这些东西你都不记得的话 嗯 或者有时候有些人永远 说不出名字 嗯 这些我都不太好 嗯 我觉得有时候 人们进入这个门口跟你学的话 其实是 你要顾及的东西 不只是技术上那麽简单 嗯 而是很多 脂肪的东西 你都会留心 所以做一个师傅 我觉得现在是 是一个多功能的角色 是 他不是只是教你那麽简单 而是 我会通通教你怎样打的话 其实他不会留心 嗯 有些难的 那就是 是 明白 做好题目 好了 今天很多谢师傅 很精彩的分享 没问题 是的 还有记住 各位观众们 未来 是 不远的时间 师傅 又会第二次做接播 那我们下次的题目 更加精彩 好吗 记住 刚才那两句说话 记不记得咬这么多次 信其勒 世界有Tiktok 多谢大家 OK 拜拜